現在我回應一個問題 當輔導的時候 有時被輔導的人 一直重複說某些事情 輔導者覺得好像沒有辦法插入 沒有辦法能夠引導他 沒有辦法能夠輔導他 問題是到底是應該繼續聽他 還是去截停他 然後去幫他引導他 這個答案永遠沒有一定的答案 有些情況是 當這個人裡面有很多情緒 很多傷心、開心、煩惱 他需要安慰釋放 這時候就告訴他 有些人說事情 但那些事情未必是他的事情 他說人的事情 他不是有怒氣的 因為他說人的當然有怒氣 不過他會一直說 A關什麼不好 B關什麼不好 C關什麼不好 當你想引導他 他就說他這樣 那我怎樣可以呢 他不是在這一陣子 有一些很強烈的感覺 他有強烈的感覺 應該說他這一陣子不是一種 有一種輔導叫做 不是曾經 有一種輔導叫做 Crisis Counseling 就是危機的輔導 例如有一個人 剛剛的丈夫走了 剛剛家人有什麼大事發生 剛剛他被人刺魚 很傷心 他想自殺 或者他很憂傷 這種情況 聽他比較多 他在一個很大的傷痛之中 但另一種 不是一下子發生什麼事 他已經是長期的行為 他已經是長期很生氣 某些人不能原諒 長期覺得生命很困難 他也可能有一個習慣 就是總是喜歡跟別人說 數數數數數數很多 這些數是不會幫助的 那時候我們就需要插入 我就會有一些可能的方法 首先我們都回應他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有些人 周圍的人對你不好 你會覺得傷心的 不開心的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也都想 如果我是他 我在他的情況 會有什麼感受 這樣回應他 讓他知道 我們都感受到他的感受 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那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引導他 有些人是長期的情況 我們就引導他 他也似乎不是很被引導的 我們就問他 你會想怎樣呢 你想不想 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方法 處理這件事情 處理這些感覺呢 你想不想能夠將來平安一點 不給他影響呢 他怎樣都要回答你 我想又不想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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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什麼呢 我想就是告訴你 沒有人會這樣說話 沒有人會這樣說 我只想告訴你 我不想解決 他總會說 是的 我也想的 你覺得有什麼可能的方法 你試過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行 這樣就引導他 困難在哪裡 我們怎樣解決 我們總要用一些問題 接回他 一個問題就是 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情況改善 想不想解決 找一個解決的方法 你希望將來會怎樣 之類的問題 引起他 讓他去思想 另一種情況就是 有些人 他已經是習慣性 是 不讓對方回答的 他說完第一件事 是中間沒有斷 他可能裡面有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然後他會說另一個人 他又說第三個 是沒有機會被人插 我們在這樣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會跟他說 我說 你等一下 你說完第一個情況 我們不如回應第一個情況 我就會截停他 我不會說他一直說 因為我發覺他 我一直分辨 他一直說 一、二、三、四、五 都是一直說某些人的不好 有些困難 我就會截停他 說完第一件事 還有另一種情況 有些人 他會不斷說人的不好 他總是很多負面出來 那時候我就 或者他 譬如說 關於他丈夫或太太 他總是說 他什麼不好 當然是不好 我聽到 然後他又繼續說多些 他真的什麼不好 說了很多次 不斷說他丈夫什麼不好 或太太不好 多數是丈夫 因為多數是姐妹 尋求幫助的 幸好 或者你想想 這件事怎樣解決 你希望如何 去引導他 有些人習慣打給我 他跟著就說 有一個人怎樣對我 這個人怎樣對我 我就會截停他 有時人會有這種習慣 他很喜歡把 他的心很煩 他就把那些困難說給我聽 我聽到了 我知道那些人很難相處 令到你很不開心 你想怎樣 我不會容許一個人 不斷地告訴我很多負面的事情 我會 到一個時候 他總是告訴我負面 我就會告訴他 我們不要再說 我都不想再聽他的事情 不如我們想想怎樣處理 你想怎樣 我都會有不同的情況 我會截停他 我知道每次截停他 可能他的感覺都不太好 我會盡力告訴他 我是關心你 我真的想你的事情 可以解決得到 我真的想的 這是看他願不願意 你想不想 可以 因為如果他猛廣的時候 這不是輔導 只是關心聆聽 都不是輔導 輔導是我想 引導他去看到問題在哪裏 根源在哪裏 然後怎樣去找解決方法 怎樣一步步去解決 這就是 所以我會注意到 所以我會想要注意到 所以我會想要注意到 我會想要注意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